之前大叔就说过 简一伟要成为短命首相了 这不没多久 简一伟就宣布将不再参加总裁大选 引起了外界强烈反响 简一伟即使要把姓氏放在控制疫情上 没有办法和竞选总裁两者兼顾 因此放弃了参选 据他身边的一位国会议员称 后来简一伟在电话中解释说 自己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干下去了 据日本媒体推测 由于最近知名党内有很多对简一伟不满的声音 或许因为避免党内出现混乱 所以才决定退出 随着日本知名党总裁大选的日益临近 日本第一百代首相有力竞争者逐渐浮出水面了 日本共同社实施了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 结果显示 关于随适和担任下一任首相 1.2 政条会长夏春博文 0.6% 从知名党的支持群体来看 河野占37.1% 领先于石破帽的23.3% 和岸田的20.7% 不过获得日本民众较高知识率的石破帽 突然决定不参加这一届总裁选举 表示会支持河野太郎参选 日本的首相选举对于中日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知己知彼 今天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这几位大人们候选者都是什么样的人 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作为日本行政大臣同时还负责疫苗基准工作的河野太郎 在日本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他所属的是麻生太郎领导的麻生派 9月4日河野和麻生进行了会面 希望得到派系的支持 不过麻生太郎并没有支持他参选 当天晚上在线上举办的东京女孩时装秀中 河野太郎出现在了画面中 他表示年轻人现在可以预约疫苗了 再次呼吁年轻人要接种疫苗 据该派系的成员表示麻生太郎对安倍说可以支持高市早苗参选 而河野太郎则希望能得到更多其他派系中年的年轻议员的支持 前政条会长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在去年安倍辞职后也参加了大选 这次他也是比较早表态表明自己参选的意愿 而且最近频繁的和各大媒体露面还做了YouTube直播 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与此同时岸田也开始亲自和其他派系的成员打招呼 希望得到更多议员的支持 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作为日本前总务大臣 虽然高市早苗没有任何派系 但是已经得到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大力支持 安倍甚至亲自打电话给高市早苗 打电话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支持他的想法 另外安倍也呼吁自己的出身派罚 同时也是党内人数最多的系田派成员 要求支持高市早苗参选 这样一来就大大提升了高市早苗当选的可能性 干事长大行野田圣子 作为干事长代理的野田圣子 也明确地表辱太要参加竞选 并向知名党干事长二杰俊波传达了意愿 野田圣子同样不属于任何派系 因此他能否召集到作为参选资格的20人 推荐人也将成为焦点 如果得不到至少20个人的支持 他将不得不放弃参选 日本是间接选举制 所以如果民意没有得到百分百的支持率 党内成员没有讲好 拉不到支持 不能获得大多数支持票 没有意义 议员票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上次石破冒 即使有高民意支持 也抵不过菅义为有西天派权力支持 来得厉害 所以大家也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场大混斗 还得持续一段时间 大家捧好手里的瓜 黄大叔记得带大家看日本大选